主席,中方对今天的表决结果非常失望 贵亚纳、阿尔及利亚等十个非常任理事国 在决议草案磋商过程中展现了最大的诚意和建设性 美国独家使用否决权 粉碎了加沙民众活下去的一线生机 把他们进一步推向了黑暗和绝望之中 在周一安理会的辩论中我曾说过 每一个时刻都会在历史上留下记录 都将面对历史的判决 我们不能想象今天这次表决 以及安理会过去13个月应对加沙冲突的失败 如何能够逃过历史最严厉的判决 未来的人们看这段历史 他们会感到难以置信 当去年10月18日美国第一次否决时 加沙有近3000平民丧生 当美国第二次否决时 以色列的轰炸已造成17000人死亡 伴随美国一次又一次的否决 当美国在今年4月18日第五次否决时 加沙的死亡人数已飙升到了34000多人 现在加沙已有近44000人丧生 美国还是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否决权 44000人这不是个冷冰冰的数字 他们可能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一位还在哺乳的母亲或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每个人的逝去对侥幸活下来的亲人而言 意味着永远的伤痛 人们会问 巴勒斯坦人真的命如草芥 一文不值吗 难道44000人的死亡 也换不来美国一点点的同情心吗 到底还要死多少人 才能让他们从装睡中醒过来 未来的人们看这段历史 他们会感到无法理解 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授权 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人们无法理解 美国过去一年多来 为什么执意排斥安理会发挥作用 使安理会陷于瘫痪 美国宣称正在开展平行的外交努力 一再许诺有关谈判即将取得进展 人们无法理解 为什么所谓外交谈判至今还在原地空转 为什么会允许与斯列 一边持续开展军事行动 一边不断为谈判提出新的条件 未来的人们看这段历史 他们必然会感到愤怒 以色列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每一条红线 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 但哪怕加沙即将爆发 饥荒 美国似乎总能找到理由 为以色列辩解 这种对国际人道法适用的扭曲 和选择性漠视 不断刷新世人对双重标准的认知和下限 人们自然会感到愤怒 人们会感到愤怒 还因为美国源源不断地供应武器 这成为这场战争持续如此之长 伤亡如此之多 破坏如此之大的决定性因素 主席 美国代表刚才呼吁释放被扣押人质 我们的立场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 必须释放全部人质 必须立即无条件停火 这两者都很重要 不能附加前提条件 不能同意把两者挂钩的做法 因为事实已经表明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早就超出了解救人质的限度 坚持要求为停火设置前提条件 无异于给延续战争开绿灯 纵容继续杀戮 美国的一再否决 使安理会和国际法的权威 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但认识错误 改正错误从来都不嫌晚 我们呼吁美国认真对待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 不要消极回避 不再刻意拖延 拿出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支持安理会 为立即停火 拯救生命 恢复和平 采取一切必要行动 谢谢主持人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肥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肥肤 强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